好 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五又到週末了 今天 非常豐收出海捕魚 到明治科大上禮拜五固定的四堂的 應用英文課程非常不錯 同學剛剛斷考完 考了非常 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考試 大家 考的都還不錯整體上而言非常棒 那回到家之後呢 稍微 吃了防疫餐 今天晚上 有稍微 補了一點貨 小買了一點 家樂福 原因是因為我有得到了優待券 四張 40塊錢的優待券總共160塊 我就拿去把它 抵掉了 抵價抵掉了 買了一點東西所以回來煮了防疫餐 把昨天的 烏骨雞湯的補湯 剩下的 大概一碗 加熱 搭配了另外炒一道很不錯的 防疫 的蔬菜 然後呢 把 白飯 加熱之後呢 搭配的吃 吃了滿臟的 然後呢吃了木瓜 餐前木瓜 餐後木瓜 吃完 立刻 補眠 睡到剛剛 所以今天時間9點多一點 稍微 還在正常值之內 反正明天不用上班 我們就來做今天的小單元 今天繼續講 Charlie Mike 繼續我們昨天很不錯的 這個內容 那 單元一開始呢 也要來分享一下 同學 點播的 今天晚上可以播一下這個 笑子 我們也來 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同學給的連結 我看看 我看這個連結我跑掉 好好像跳掉 我再試一次 好像有跳掉了那就沒辦法 那他是講一個 我用口述我有看了一下就講一個 笑話 那個樣子看起來好像是中東的或是俄羅斯的人說為什麼中國 的銀行的 保全都不帶AK47的步槍 他們說中國很安全 因為 治安非常好因為他們怕 保全拿了AK47的步槍之後變成 反政府 反政府軍了這樣子 所以很安全 但是我們剛剛點進去看跳掉 所以這個內容大概是這樣子 感謝同學的分享 他說中國真的非常安全 哈哈 我再點一次為什麼會跳到印度 我有看了一下 這個確實是跳掉 他那個連結跳掉 那下次有空再來分享 這個連結不知道怎麼搞 會跳掉跳到另外一邊去了 總之呢這個同學 分享了 這個讓大家能夠稍微開懷一下 這樣不錯感謝同學 這個 有關於 老共的 這個 小笑話 這樣 裡面當然有網紅 什麼網美網紅來演 那個國外的 蠻好笑的 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Charlie Mike 也歡迎有同學有需要分享的 博君一笑的 都可以 我在利用 開場前 時間如果夠 大家分享一下同學收集到了一些 比較 具有分享價值的 我們也可以來賓點播 這樣不錯 這樣可以增加一點我的單元的多元性 這樣也好也蠻好的 好 我們回應一下昨天 我們的單元 整個 這個叫做是一個party 在Nurse's Chapel 護士的宿舍 裡面做的這個 所謂的 也就是口糧 野戰口糧 的 怎麼樣去 調理 這個野戰口糧 讓他好吃的這個party 結束之後 他又回到 先送了一份給Val 再回去的時候已經 取重人善 人去樓空 然後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剛好製造了一個機會讓Gin可以 跟他講說那算了你要喝啤酒 現在時間還早 到我房裡面 喝喝啤酒做一做聊一聊 免得 掃興 這樣子 好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所以就進到了 公進不如從命 而且機會難得 也可以順便去看看 護士的宿舍跟 Ranger Company這種軍人的宿舍 特種部隊的宿舍 當然不一樣吧 是絕對的不一樣 這樣子 好 我們就從完整的一頁再講一下 這個頁面這個地方 The room was homing He thought as he stood in the center of the tiny place 那這個房間呢 不大 但是老美的不大都很大 只有東方的房子 的房間 是 比較小 但是老美再怎麼小都很大 所以他這邊講的小 小地方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應該 以他們的標準來講是蠻大的 那這個 這個小房間呢雖然 小但是呢很有家的感覺 他心裡這樣想一進去就感覺到他站在 進的 住的宿舍 房間的正中間 喔 環顧四周覺得說啊 肚子的真像家的感覺為什麼 看不到軍事的東西 都是為什麼像家因為就跟你在你家裡面一樣 可是如果你去Ranger company的話 他裡面全部都是軍事用品啊 都是供發的 但是以我1991年在Fort Banning他們其實 住的軍官宿舍 已經像 已經是一般的 你在外面住的 這種 不敢講五星級是四星級的水準 這樣 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我們那個是似不像 這樣子 這兩張床 Bulls Had matching blankets and sheets from stateside 有兩張床 相信一張是Val 他的室友Val 一張是他的 所以他們不是 睡 那種像 上下鋪 那種 那種床 也不是睡行軍床 他們是各有一張床 所以這兩張床的上面都有 搭配的很不錯的 表示型號大小各方面弄的 不會 看起來不搭搭的 這種軍坦 Blanket 可以是軍坦 也可以是自己的坦子 他反正不會有人去檢查他們的內務 也不會有人去要求他們的內務 所以 有坦子 坦子應該是 墊在 鋪在床上面 然後呢 上面又有床單 鋪的整整齊齊的 那這個床 床單跟 軍坦 或是坦子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不是供發的也不是當地的 所以他 難怪他進去會有覺得說 好像在美國一樣 這樣子 A small refrigerator Sat against the fire wall And judging from The assorted bottles Pictures and other items On the top Serve us the table 有一個小冰箱 那我講過美國的冰箱都很大 可能比一個人還大 哈哈 人可能可以躲進去 所以他這個小冰箱我相信應該就是我們的中型冰箱 要再放大一點 有一個小冰箱呢 靠著遠端的那一面牆 而且呢這個 冰箱的 頂端 放著各式各樣的瓶子 照片 還有其他的裝飾的小物件 在上面 看起來好像 是當桌子用 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個小冰箱 他的 大小 最頂端的大小已經可以當桌子了 所以顯然這個冰箱 大概的高度就是人站著的這個 大概在胸部的 這個高度所以你可以站著在上面可以寫東西 或者是放東西當桌子來用 這樣的一個功能的冰箱 他並不是設計來這樣用的但是他 在 小的房間裡面 也可以當桌子比較不佔空間 你就不必再另外放一張桌子 那跟東方的不一樣 東方的不管是我們日本還是韓國一定不會 不會這樣用一定會中間有一個 像榻榻米一樣的東西然後有一個 那個桌子是要跪在地上 來用的那種桌子 你要嘛就打坐要不然就跪坐 當場斷掉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東西方文化不一樣可以比較一下他們怎麼利用空間 那韓國人比較厲害 韓國人可能比日本人厲害 他那個地板上的桌子車拉撒碎全部在上面都沒問題 你看韓劇就知道 這樣真的是佩服 然後呢 門的旁邊呢 有一個 呃其實有點像我們去 什麼無印良品啊什麼什麼工坊買的那種 呃組合式的櫃子 那個叫 書 你講書櫃也可以但他並不是密封的 他有點像一格一格一格的 有個外框一格一格的 你上面可以放書可以放別的東西的這種 外用架 這樣子那個叫book case 那像我今天上 聽了一課程還有學生問到說 那個book shelf 跟 為什麼不能叫書櫃 因為book shelf叫書架他不是封閉式的 通常是一個 釘在牆上最多 或者是他有一個腳站在那個地方 他不是一整個完整的 像我們 那種組裝的 這種組裝的櫃子 如果你是組裝的櫃子就是book case 每個空格不見得要放書你可以放書可以放別的東西 這樣子那種萬用組合 家具的櫃子 那個叫book case 單開放式的 所以靠近門的旁邊有一個這種組合的書架 那裡面有 所謂的 Paper bag 就是所謂的金裝書 他的書皮 Paper bag Paper bag 不是金裝書 金裝書叫hard cover Paper bag 應該是瓶裝書 這樣子 所以放了一些瓶裝書 然後呢 錄音帶 Tapes Panasonic Real to Real 這個比較少見這個在1970年代是一種 叫 膠卷 卷盤的播放器 換句話說他是用這個 卷盤一個一個圓盤 兩個圓盤在那邊播放的這種機器 我都沒見過 1970年代 美國那個算進步的 我記得我1970年代還在聽黑膠唱片 沒有看過這種先進 這個算先進了已經被淘汰了 這種疊盤的播放器 所以有這個Panasonic Real to Real的播放器 還有一個放大機 聲音放大的放大機 所以這個 應該都蠻高檔的 在戰地很少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難怪會有家的感覺 感覺就好像在 不是在戰地 好像是在自己家裡面 那這個水泥地板 地板是水泥做的 因為冰冰冷冷的比較冷烈一點 所以上面 就放了一張 東方地毯 這種東方地毯可能是波斯地毯 那種厚的地毯 鋪了一張很大 而且呢 看起來 價值不菲 的波斯地毯 那種叫東方人的地毯 鋪在地上 所以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一件 軍用品 難怪有家的感覺 你看不到軍方的東西 除了每一個 呃女孩子的床下面都有一雙 野戰靴之外 其他看不到軍用品 那雙野戰靴是備用的 不是平常穿的 就是表示說 真的要到野外去就要穿靴子 你不能跟穿皮鞋跑到野外去 那不是在開玩笑 所以你看我們那種 我們的軍人啊 是假的軍人為什麼 他就是穿的 如果他是總部的 降級軍官 他絕對不會跟你穿迷彩服去 四島部隊他一定是穿 軍便服穿的皮鞋 跑到野外去 你那不是在開什麼玩笑 我們跟老公都一樣 你看老美老美是 根據你要到什麼樣的地形去換穿什麼樣的鞋子跟服裝 這樣子 所以以前你時常看到嚴德發什麼這些老邱應該也會啦這些是假軍人 到野外去漢光野區野外他是穿軍便服 穿皮鞋 你在看什麼東西啊 老邱以前當總司令的時候陸軍司令的時候 時常這樣表示我不用換草綠服 激工就不用講了激工那個 離開了飛機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在耍寶 所以即便連護士都多了一雙野戰靴備用 為什麼 如果有野戰 救護 他就不能穿 醫院裡的服裝出去 他必須穿上 一樣是換上草綠服 那個時候他們是草綠服 換上 野戰靴 到野外去 不會穿著 護士在整間裡面的那種衣服跑到野外去 那不是笑死人 只有我們國家會啦 所以說我們的軍人是假軍人 搞不清楚狀況是這個樣子 Gene opened the refrigerator and pulled out two peps The opener should be behind you next to the tapes Gene就打開了電冰箱 拿出了兩罐 peps 這是 美國很老牌的一個啤酒 呃 的 啤酒公司 出產的啤酒叫peps 那這個公司比我們的 國座還長 18 19世紀中葉 1866年吧就已經創立了 所以比我們國家的這個國座還長 Gene拿出了兩罐這種peps的啤酒然後說 開關器在你後面 就在 那個錄音帶的旁邊可能他講的是架子 那個我講的剛剛那個組合架 Bob saw it Immediately It was a fancy course opener with a large plastic candle She handed Piscan Bob很快就看到了 開關器 因為這個開關器很奇特 是Coors 這家啤酒公司特製的 出品的開關器 上面有他的商標 那這個Coors出品的出產的啤酒 縱然有名 但是他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出了一系列的 以Coors為商標 有logo這樣設計出來很 看起來很奇特的特製的這種開關器 每個都長的都有他自己的樣子 有一些設計的一些 創意在裡面 所以 Coors讓我們想到的其實反而不是啤酒 反而是他的開關器 這樣子 所以呢 他很快就看到了開關器 原因是這個開關器就是Coors的 一個 特別大的 一個塑膠把手的一個開關器 很奇特很快就看到了 然後呢 Jane就把 啤酒 把他那罐啤酒遞給他 叫他自己開來喝 On the On the near wall Were colored posters Taped To the unplanted Shear rock walls 那在比較靠近自己的這面牆 是 有 彩色的 五彩繽紛彩色的海報 貼在 沒有粉刷的牆面上 那個 Shit 那個Shit rock Walls是指 一般我們看到組合屋 的這種隔音牆 之類的 有時候是石棉板之類做的 單純是隔間用 但都比我們好啦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組 我以前在部隊住的那個 那個屋子 比你看到那個城中城的房財爛 我還記得我的排長是 跟 隔壁的 住我隔壁的是士官 是 士官掌 那個那個牆是甘蔗板 三分板盯起來的 而且空間很小 所以我那個床只要 一坐上去 動一下 那個板就 那個盯上去的板子就 裂開了 我就直接看過去了 我說抱歉抱歉 你推一下 我們把他擠回來 而且沒有天花板 那是給鬼住的 我在 我在空降旅 不是我在空降旅 我在當連長的時候 居然是住這種鬼地方 那我在空降旅住的就更 更鳥了啦 因為那個我以前空降旅的那個銀色 不知道是不是日據時代留下來了 那個更慘 所以他們這個在 在越南的前方戰區都還算是人住的 我們是給鬼住的 所以我們講說 好難不當兵好鐵不打丁廢話 當然 你去好好的 人不當你去當鬼幹什麼 那個真的是給鬼住的 比城中城的那個還不如 那是我們以前的營區 現在當然大幅改善了啦 我們以前那個真的是 奇觀 笑死人 所以呢 靠近 比較靠近 現在 Lieutenant Sykes站的地方的牆 是一個 樹面的 沒有油區的 這種類似像隔音牆 隔音板做的隔音牆 上面貼了海報 也許是沒有油區 而且 不是水泥的牆 鑽牆 所以呢 就用海報來讓他美化一下 One of the posters was of a couple holding hands and walking through a waist deep filled of yellow flowers he said Togetherness is happiness 其中有一張海報 上面是一個 是一對老夫妻 一對夫妻 並沒有講老夫妻 一對夫妻 手牽手 走在 其妖 的一個 黃色 開滿黃色花 向日葵這樣的一個 田裡面 這樣子 上面講的 寫了一行字 Togetherness is happiness 就是說 能夠 在一起 就是幸福 這樣子 The other poster was an American Airlines Trouble poster Depicting a Colorado Mountain Snow Sane 另外一張海報是 美國航空公司 旅遊的一個 海報 上面 陳述的 描寫的 推廣的 是 科羅拉多州的 山區的 雪景 這樣子 You from Calorado Captain Bud asks It's Jane Please call me Jane Will you 那 Bud就當然很好奇 就問他說 上位 長官 你是從 從科羅拉多州來的嗎 好這樣子 那那個 Jane當然 階級比他高了 高了一階 就說 叫我Jane就好了啦 這種場合 你還在那邊 長官報告來 報告去的 殺風景 好這樣子 叫我的 叫我的小名 直接叫我Jane就好了 He smiled and took her beard Camp OK Jane But you gotta call me Bud He held out the open can to her She took it and raised it as up to toast 那 Bud就笑了 Bud Sike就笑了起來 然後呢 幫他把他的啤酒罐拿過來 可能要幫他開關 然後就講說 好好好 那我就叫你Jane好了 但你要叫我Bud 不要叫我其他的名字 不要叫我Lieutenant 這樣子 大家都不要用官銜來互相稱呼 就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 He held out the open can to her 他幫他把 要用開關器的就是玻璃瓶裝的這種 啤酒 打開之後 把開完罐的 開完瓶的 酒 遞給他 然後呢 Jane拿了過來就 舉起了酒瓶 好像要跟他乾杯的樣子 這樣子 好我們就講一夜 今天就大功告成 今天 上了一天課 漁獲量也蠻豐富的 所以我們講個一夜就可以了 26分鐘差不多 我們就喝一下 洞頂烏龍茶 然後開始 就開始朗讀一夜 我們今天大功告成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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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6 7 6 7 7 8 7 7 7 9 7 8 6 7 7 8 在�i面中的一块 pneumonia上一个层, the cement floor was covered with a large expensive oriental rock there wasn't a military thing in view except each girl's extra pair of boots under her bed jin opened the refrigerator and pulled out two paths the opener should be behind you next to the tapes ba saw it immediately it was a fancy coarse opener with a large plastic handle she handed him his can on the near wall were colored posters taped to the unpainted sheer rock sheetrock walls one of the posters was of a couple holding hands and walking through a waist-deep field of yellow flowers he said togetherness is happiness the other poster was an american airlines travel poster depicting a colorado mountain snow sing you from colorado captain that s it's jim please call me jim will you he smiled and took her beer can okay jim but you to call me but he held out the open can to her she took it and raised it as it is to toast to toast好我们就念完了到这个地方 29分钟不到30分钟结束前刚胸后补一下 好大家有需要这种人文素养阅读的包含我现在在做的也算是人文素养的一种阅读的 广读的训练不是精读精读我就要查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疑问是 paper bag 我们可以来查一下paper bag the book was the stuff paper cover 我还是确认一下到底是精装还是瓶装 我记得精装是hard cover 我确认一下 诶 是瓶装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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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aper bag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记得精装是hard cover A paper bag also known as a soft cover or soft bag is a type of book characterized by a thick paper or paperboard cover and often held together with glue rather than stitches or staples in contrast hard cover or hard bag books are bound with cardboard covered with cloth plastic or leather 没错 是瓶装版的 那精装书的话通常它的书皮是比较厚的像布料塑胶或者是皮革都有可能 西方的书是这样 我们的书好像没有瓶装金装这种分别 看西方的书才有 我们的比较硬的皮可能是书剪竹子 这样子 这是没错 我的解读是对的 paper bag 这是精读 那我们也可以时间给我看一下hard cover 有没有看到这个外皮是特别经过一些布料塑胶等等皮革都有可能所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hard cover 这就是精装书了这样子 瓶装书就是我后面这些都是瓶装书 它的书皮是纸是纸做的 没有错 那我现在这个做的示范就是精读 我前面做的那一些是广读 所以同学可以做一下精读跟广读的差别 当然有人讲说 我们阅读最重要就是先不要查 当然那样就等于在乱读了 因为我们阅读不是为了要了解故事内容 我们阅读对学英文的人来讲是要了解每个句子的结构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 他怎么修饰 他为什么要这样排列 我们在学别人的笔法 所以还不到把它当故事书来看的那个地步 否则你会形成一个最重要重要的致命伤你不知道 就是你一直在翻译 中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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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中文概念 等于英文的内容 你把它中翻译中翻译 一番中一番中一番中 翻译全部中文用中文理解 会变中式英文 这样子 所以一般你在坊间看到的所谓的 一开始就叫你广读不要查 就等于在学中式英文 阅读的时候倒还好 反正你用中文理解 写的时候你就会到处撞墙 怎么写都写不出 真正的老美看得懂的英文句子来 写你就知道了 你用那种方式直接万读读下去 虽然读得很快读得很爽 你再也回不去了 你再也回不到你写怎么写就是中式英文 这样所以我们不建议 你一开始就把它拿来直接 一番中一番中这样看 否则后面你要来矫正和旷日费时 这样子特别提醒同学 我两种阅读都失败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我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广读 因为我的知识背景够 我的英文程度已经到了母语人士的水准 接近了 我不敢叫百分之百 我的沐浴人士会骂我 你这会胡说八道 我会被修理 就是说我的背景值各方面够 我几乎可以不用查 我先带过去先拆一拆 然后等我把整个我要读的页数 跟段落读完 我再回来查 像我这样我全部讲完了一页 我来查我刚刚有疑忆的部分 我印象不是那么确定 我就在想 我原来记得金装书是hardcover 瓶装是paper bag 我确认一下 这个就是我在广读 但是初学者同学还不到我这种段数 千万不要一开始稀里糊里就开始读了 千万不要否则就是不归路 不能讲不归路 你要再归回来 要经过专业的 另外专业的帮你整个瞧回来 那你要来找我我帮你瞧回来 全国唯一有这种技术的 帮你从中式英文瞧回来的 大概就剩我一个而已 好感谢同学 那我后面的这些都可以作为同学 阅读学英文各方面上面的一个参考 需要专业协助的 或是需要上课的各种的 咨询的我有很多方案啊 直接跟我联络就可以了 直接在 网路的我的YouTube的留言区留言 另外是同学你有发现好笑的 你觉得可以利用我在 单元里面跟同学分享的好的连结啊 你也可以提供给我 我看觉得不错啊 我就会利用空档时间 有空档时间我就跟同学做个分享 好感谢同学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祝同学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明天就稳动式调整 例行性会回到 Jack Welch的Winnock 这样子属于管理类的 或是军事人才培养的 Colin Powell的Leadership Secret 这样按照 我们原来的进度在 滚动式回到管理进度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让先运渡同学周末假期愉快晚安 我们明天再见